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几年都有一个姐姐在家 但是我姐姐都不年轻 所以我其实有想过 我反而有时候会担心我出去工作 我经常不在家只剩下她 又会不会有危险呢 有时候那些云石地 其实有时候走拖鞋都会滑的 我又有一次在厨房滑一滑的时候 我又很警觉地想 我姐姐万一滑低怎么办 或者有时候她可能爬高爬低拿东西又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都会安在厨房 还有厨房给她有什么需要 其实最重要如果要安平安中 就是安在床头和厨房 但我觉得最好现在就是有手提电话 因为你实际是可以 自己都会老 自己都希望自己再多老20年 或者老十几年之后 是无减今天的多姿多彩的生活 可以去哪里都可以 现在都可以保持多姿多彩的生活 现在都 现在其实个人定性了 多姿多彩得来 就不是整天满街不回家那些 但我觉得多姿多彩是生活的质素要高 就是仍然会很喜欢和朋友去吃一饭 有些什么开心的时候要 就是比如天气好要出去曬太阳 有旅行要去一下旅行 就是不要因为体力没有以前那么好 就是我说老人家 就是不要因为体力没有以前那么好 就减少了 因为譬如好像我自己爹地妈咪 他们都会觉得脚没有走得 不可以走那么多 我想大家家里有六人家都是 就是原来年纪大了 是吃不了那么多东西 因为牙咬不了 走又走不了那么多 多想去旅行都不敢去那么远 我最清楚设计酒店了 因为帮我的父母设计酒店 一定要设计很近的购买 然后随时一跪就可以回酒店 所以其实自己都明白 年长了之后 你是会有一些什么一定改变不了的 就是身体机能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有另外一些东西 科技可以帮到的话 应该去配合它 仍然可以去玩去吃的时候 我就觉得应该要提供给它 这个应该是最疼父母的一个方法 那你接下来也会和大家逛逛 习诞有没有机会出来 都会的 其实我和爹地 因为我爹地不是住在香港 所以我经常都会和爹地去旅行 有时候去旅行 不过他现在都没有以前那么喜欢去旅行 因为就是不能走 那妈妈就会痴身一点 真的要和他去 真的要照顾着他 我都要自己放假才行 不过还好 我爹地妈妈都是一个 喜欢自己去旅行 不是那些躲在 要人陪伴不做事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很适合我的 爹地妈妈 因为他们是很喜欢去玩的